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命令再提出憲法 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憲法第十一條 講得很清楚啊 人民有表現的自由 有新聞的自由啊 也許你講說 那個所謂的新聞記者 有什麼限制 對不起 案法官第689號 釋憲函也講得很清楚了 這是為什麼我們的立法院 還要去做這樣的一個 限縮的動作呢 剛才我看到台北十億元 很多人就覺得說 那個什麼公民記者 那個什麼小手機 叫什麼公民記者 我聽到我覺得 原來他們認定所謂的記者 跟所謂的獨立媒體記者 是用機器的大小來分辨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 《燦燃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祥 《燦燃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 公民行動引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燃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 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 晚上九點半 會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 網站會直播 之後我們會在公民行動 名義記錄資料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我們這禮拜 剛剛談的這個話題 如果關心所謂的 台灣的獨立媒體發展 或是公民媒體發展 或者是對於所謂政黨輪替 希望台灣的國會 有新氣象的朋友 應該對這個議題是不陌生的 因為在這個禮拜四的時候 這個立法院 召開了這個一個座談會 這個座談會 是邀請了這個公民記者 或所謂獨立記者 或所謂獨立媒體的朋友 到這個紅樓 在這個立法院的一個 常常開會的地方 來做一個討論 就是要到底要如何的開放 所謂公民記者的這個 所謂的入場 那事實上在很早以前 公庫就曾經要去申請 立法院的這個採訪證 但是採訪證呢 這個沒有辦法申請到威首 因為按照當時 也就是現在的這個規範裡面 其實它所要發給的對象 其實就是所謂的 商業登記的公司 也就是一般的像TPBS 3D 那如果你不是這個 有登記的商業公司 你就沒有辦法進去到立法院 那另外一方面 它會要求你每天呢 要有發表的新聞裡面 大概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跟全國性有關的這個新聞 所以就簡單來講 公民記者我已經記錄製造過 它不是商業公司 它是一個非營利的媒體 那所以呢 我們幾次的申請都沒有辦法進入 後來呢我們就提出了這個數院 那目前正在這個數院當中 如果這個沒有一個好的結果的過程 我們當然會提出行政訴訟 最後我們還會去申請大法官的這個釋憲 那所以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立法院似乎有意要去開放 或是改變這個做法 那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就要邀請到中正大學 傳播系的教授胡苑輝 胡老師來跟我們談這個非常重要的話題 胡老師你好 大家好 胡老師你對於現在立法院目前 所施行的這個所謂的 立法院的採訪要點 你的看法是什麼 對如果照我們剛才的了解 就是說立法院現在基本上是以商業媒體 或者所謂比較是常態性在進行全國性新聞的 這樣的一個媒體作為它規範的對象 說給它一定的採訪自由 我也覺得這個是基本上已經是 跟時代不相吻合了 因為整個時代 無論是我們講傳播科技的變革 或者到整個社會的需求 像我們很清楚的提到 有各種心態的媒體已經出現了 這裡面我們無論稱之為兵隊 非營利媒體或者是社區媒體 那他們都扮演了這個 諮詢社會裡面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同樣的他們也不必每天 像是在商業媒體裡面工作 那他也不必像是在這個 所謂的常態性的 全國性新聞的報導裡面去做工作 這個我覺得已經時代改變 所以他們應該是要重新去思考這個問題 而且更何況更重要的是 現在整個國會的透明化是 一般人民的需求 而且全世界都在談這些事情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國會再繼續封閉 面對這種傳播新趨勢的話 我覺得國會的問責提示會出問題 這其實很有趣 如果按照立法院 他目前的所謂採訪要點的規範來講 他必須登記的商業公司 所以其實坦白說 或是嚴格來講 公共電視是不能夠進去的 那現在包括像天下雜誌等等 他們其實是沒有辦法去立法院 做例行性的採訪 那他們唯一有的方式大概 像一些雜誌是用所謂的臨時採訪證 或是有一些獨立媒體 他是可以透過臨時採訪證 但這個臨時採訪證 它能夠去的範圍 事實上就大概是重新大了 可是如果是在於這個大院 或是一般的這個院會的這種 所謂的委員會裡面呢 他們是被禁止進去的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不曉得到現在已經是2016年了 就是應該時代已經非常非常進步 對於記者的想像也是不同 為什麼台灣的立法院還存在著 這樣一個舊的思維 我們真的可以理解 它基本上是從一個所謂 行政便利的角度去思考 也就是說它可能會在想 第一個 萬一來很多所謂的 不知道哪裡跑出來的媒體 或者哪裡跑出來的記者 那它要怎麼處置 第二個我覺得也是一個 所謂的傳統舊的安全思維 它可能在想說 那萬一大家都記得 可是裡面會不會有抗議啊 知識啊鬧事分子 可是我覺得這個都是 活在一個傳統的舊的概念裡面 不曉得其實所謂的開放社會裡面 對一個公民社會的希望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一些錯誤的迷思啊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閒著沒事幹 天天保安就國會 那如果你國會的什麼透明基礎 做得更好的話 當然這些量都會減少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他們必須要放棄這樣的一個思維 因應新時代的出現來做一些改變 這個採訪要點事實上 我去查了一下 是在太陽花運動之後所頒布的 哎呦 對 太陽花運動是在2014年的3月 對 那當時我們可以看到 王院長似乎是進來喬嘛 對不對 然後讓這個太陽花運動可以有 相對之下 很多人大概可以接受的這種方法去退場 那它也展現出一個開放國會的心胸 可是在這個議題沒有多久之後呢 在4月份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結果是4月份 事實上就定了這樣的一個規則 那這個規則事實上你會發現 就是在太陽花退場沒有多久 對 那這個很好玩 就是它反映出一個很有趣的一種心態 就是先不講那個表面上 真的開放實際上是一個封閉 它反映出 哇 會不會有人 藉由這樣的過程又進入到立法院 這很有意思啊 因為我覺得假如說 過去我還是有一個記者 在立法院採訪的時候 我覺得跟這個所謂 太陽花運動以後的新辦法 好像沒有精神上的差別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就看到 其實立法院也不見得是那麼嚴謹 那麼嚴密的控制 比如說最近我也到立法院參加一個公定會 那我就拿個開會通知單 遠遠的跟警察揮一揮 他就讓我進去了 所以看起來 似乎他平常也不像是那麼樣的 風聲鶴音啊 所以我會覺得這整個的代表著說 他們沒有一個一次的 一貫性的對於所謂的 國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以及公民跟國會的關係 進行一個系統性的一個檢討 我覺得這一點是 從您剛才提到的 像這種太陽花運動之後的新辦法裡面 就可以發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過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來看 就是國會雖然它是一個 這個民主的殿堂 是一個感覺是一定要開放 但是也不能夠不考慮到 國會議員 立法委員他們所謂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如果真的開放了 那這個開放現在就像您剛剛所說的 其實你要進去 說實在的沒什麼太困難 就像過去公共要去採訪 坦白說我們也是沒有這個採訪證 可是我們怎麼進去呢 我們會去跟立法委員去聯繫 我們就去拜訪他 然後拜訪他之後呢 他就讓我們進來 反正只要做一個簡單的登記 我們就可以進去 那後來這個認識久了 然後跟這個看門的這個 門訪的阿姨大姐這些警衛其實也熟了 他就說你是記者 那所以其實有很多的獨立媒體的記者 他們其實也是在這種狀況是進去的 可是站在一個立法院的角度 他必須要考慮的是說 到時候大家都說你是記者 我現在的把關都不嚴謹了 對不對 到時候大家都進來怎麼辦 那這個安全的問題不需要顧慮嗎 好 我們必須同意 因為國會畢竟他是在進行立法 進行一些重要法案的審議 甚至是國家總運算案的討論 那問題就出來了 是說我們恐怕不能夠 最關鍵是說先用技術性的問題 來反襯出你傳統上一種錯誤的思想 就是說你必須先在觀念上釐清 說不對不對 如果有國會隨便在決定 什麼樣的人可以進國會 什麼樣的人不能進國會 那其實反映一個很基本問題 就是說國會在替我們人民決定 誰是記者 國會有上全力來決定誰是記者嗎 這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這個問題釐清以後 我們再來談技術問題 我同意那些是個技術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就像你剛才提到 我記得早期一些雜誌記者 那他真的是不能進去 那我記得當年解決方法 其實跟現在還差不多 找個一位助理啦 那長久以後 他就變成助理了 這樣就可以進去 可見 我想這些東西當然是有些變通的 我們也必須承認 那當時大家就取得一個相案無事 可是進入到現在這個 所謂的新的傳播時代裡面 這些安全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分門別類來處理 比如說我們總是可以提出幾個基本原則來 第一個是空間的問題嗎 如果是空間的問題 我們至少要去思維 國會的資訊透明化 讓更多的公民可以去理解以後 所謂的公民記者的需求 當然只能會下降 第二個我們在必要的因應新的環境 其實過去各部會 各政府機構也是因應記者的需要 從早期沒有記者誓到後來有記者誓 從小小記者誓到擴大記者誓 我覺得是代表一些空間技術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好 那你剛才講說安全性嚴謹行為很簡單 行為規範 這些行為規範可以根據不同性質的一種 所謂的新聞採訪行為去界定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也在問什麼 這樣可以比較具體的來說 什麼樣的採訪行為 它可能需要什麼樣的行為 好 比如說我們假設來界定一下 你說我是一個公民記者 或者我是一個某個特殊媒體的 另類媒體的記者 可是我基本上我想做的是常態性的採訪 那OK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這種常態性的採訪行為 給你一個比較便利而方便的處理 比如說我真的可以發給你一個長期的證件 比如說公庫 那如果常態性在這個採訪 那有些公民記者說不不不 我覺得在重要的時刻 在我關心的議題上來的時候 這一類的公民記者 我們可不可以就像公民進去國會旁聽一樣 我們給它一個簡便的 比較是屬於短暫實現的一個採訪行為的方便度 我覺得像這些東西 我覺得不是那麼樣的不可以分辨 然後從這些當中 我覺得慢慢理出來 我們可以去處理行為 好 再有 如果我今天立法院發現 我至少今天有個重大事件 無論是公聽會 無論是請願行為 或者立法院審議重大事件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會來非常多公民進去 那就跟所謂的專業記者也是一樣啊 那我們根據這種特殊事件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找一個規範 比如說 那我們籌錢 還是共同決定一個代表 那大家進行協調 或者籌錢 就允許特定的記者進入 這在全世界國家 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因為這是特殊的一個狀況 那只好因應特殊的規範 所以我覺得可以分明別類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在不同的 特別是所謂的臨時性的 它可能針對某個議題 或者是剛好沒有這個所謂的議案 在進行審議 或者在院會 或者在委員會裡面討論 那我們就可能發一個臨時的採訪證 但是這個臨時採訪證的效力 跟所謂的長期的這個採訪證的差別 就在於時間的長短的差別 但是它能夠去的地方 這個上來講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可以這樣來考慮 對 那當然這裡面 我覺得我們需要更精細的去考慮一下 哪些 也許還有一些 比如說在立法院的工作者的這個角度 他可能發現有些事物的確是涉及到 可能一個差別 那大家談開來談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把這件事情 也當成一個公民參與的討論機制 這不是非常好嗎 也就是你開放所有有意願 而且關心這些議題的組織 個人 大家一起來進行討論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立法院 面對新的國會 面對新的民意 面對新的社會的一個 讓公民參與成為決定這個機制 一個重要的過程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範例 我覺得這是一個 真的去討論 這個其實是一個 可以去談的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不過我想立法院的本身 事實上也在思考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的一個解決的方法 當然 誰可以進去 這個好像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可是在這幾天的新聞 或是相關討論當中 他們會有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來做一個 把空間打掉 把原本的這個 所謂的委員會的這個擦水間 可以打掉 那或者是機房 可能再做一些調整 那做一個玻璃 那這玻璃其實就可以讓大家 稍微的可以安全的 在這個地方來進行採訪 那有人就說 這是可愛動物區 那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在立法院的大院裡面 其實也是有玻璃的 對 那這個其實也是 也是一個可以的做法 或者是說 你覺得這是一個 所以我們會把記者當作是一個可愛動物區 然後放在某一個特定空圈的一種 一種不公平的對待 好 這一點我必須講 我還在思索中 因為我去 在其他國家 比如說美國的國會我常看過 那的確對於這些國會的意識的 所謂的秩序 跟國會議員的安全 他們是有蠻多嚴謹的規範 那這裡面包括所謂安全檢查 什麼等等 不過我還是要說 那是傳統的時代 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特別是我一定要盡量去避免 對我剛剛講的基本概念上 去做所謂的差別對待 我們對不同類型的公民 或者我們對不同類型的新聞採訪行為 我們特意去製造不必要的差別對待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是你國會在決定誰是記者嗎 你國會在決定什麼 好 那你剛才這樣說 如果這個玻璃為例 如果這個玻璃像是對公民記者 或是對另類媒體的一種特殊處理 那我就覺得那當然就會這樣 很無趣 很奇怪吧 對 但是回到一個實務上面來看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 即使是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所以我也會採訪 好 那記者雖然 我也在發言的時候 記者當然不會跑去嘛 對不對 那就尊重他們發言 可是發言一結束之後 大家可能會去做聯訪 或是可能會進去實際的採訪 對 那你有這個玻璃 一隔起來的話 會不會造成很多的主流媒體 或是不要講主流媒體 一般記者的實務上面 會造成某種的困擾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談這個話題 這個立院申請記者證的內規裡面 立法院採訪證發放要點裡面 我們希望要做一下修正 第一點就是適用對象 除了包括具有營利事業 登記政治媒體公司 還要包括非營利媒體 以及一般個人 以及其他的採訪行為 第二個是要刪除 每天發布新聞內容中 全國性政治文教財經社福等新聞 需要達到60%以上 分量之新聞媒體 常駐本院專任採訪記者違憲 的規定 第三個我們希望可以刪除 網路報以每日報導 全國性新聞達60%以上 分量的規定 這是我們認為 這是可以修改的部分 另外還有這個是 一個會期的常駐的見證 另外在針對於 單日的臨時採訪證的部分 上面大家有拿過都知道 上面就有一句是 限制異常不得進入 那我們希望可以取消 這個場地的限制 歡迎再次回到 參賽事關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祥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 跟我們大家一起聊天的是 中正大學傳播系的教授 胡遠慧 胡老師 胡老師你好 胡老師你好 我們在剛剛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談到了 立法院要去開放公民記者 所謂的公民記者進去 但是以公共立場 我們會覺得說 沒有叫做開放公民記者 就是所有的記者 他都是一視同仁 所以不管他是主流媒體的記者 獨立媒體的記者 或所謂的獨立記者 或所謂的公民記者 他都叫做記者 那因為這是過去的思維 我們才會去做這樣一個區隔 所以以公共立場來說 好吧 那如果你要開放 我們就重新歸零 就是所有的東西全部打破 然後我們就從最基本的就是 如何開放記者進去 所以你如何開放主流媒體記者 當然就是如何開放公民記者 跟獨立媒體記者進去 可是在一個實務上面 剛剛我們談到了一個 在技術的問題 就是說例如說空間的問題 或者是會不會有所謂安全性的問題 然後郭老師也做了一部分的 這樣的一種說明跟解答 就是提出您的看法 那可是回到一個議題上面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立法院他不應該去決定 誰是可以當記者 或是甚至決定誰不可以 誰能哪一個人能夠進來這裡面 可是回到立法院的角度 或是立法院的角色 第一個 那我還是要對全民負責嘛 對不對 我是一個民意機關 那我不做決定 而且我是一個 這個空間的某種程度的一個維護者 我不想說是擁有的人 那我不能決定嗎 那為什麼你今天到我家來採訪 誰能夠進來 難道不是我可以做決定 就好像今天一個企業 我今天要開記者會 我不今天要把所有人都邀請來 我當然會去邀請到某些 我覺得你是可以信賴的 或是你可能是一個比較正統的 立法院為什麼不能夠做這樣的決定 那立法院不能夠做這樣的決定 好 我們剛才講說 立法院不能決定誰是記者 我的意思是說 從憲法的精神上 我們更精確地說 他不能違憲去界定 隨他的行政措施 在行政措施當中去界定的誰是記者 就好像剛才關老師您提到 我們經常我們是一視同仁 到了現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面 特別是公民權利 受到重視的這個新時代 特別是傳播科技 可以讓我們擁有發聲機會的這樣的一個時代 當然你不能透過你的行政措施 產生對憲法的一個錯誤的提認 所以我想已經很多人都知道 在我們的這個大法庚會議的 689號解釋令裡面 已經很清楚的把公民記者 跟一般所謂的專業媒體的記者 這都用新聞採訪行為 採用新聞採訪工作 這樣一個干預期界定的時候 這是一個憲法的解釋 所以我們其實是分兩個層次 也就是說國會立法院 不能透過他的行政便宜措施 造成他在決定誰是記者 這個是講憲法位階 從一個公民權利位階的角度去談 但是你在行政作業上 我體現這樣的精神下 我有些行政作業 就好像您剛才提到 我是國會至少這個住宅 這個空間的一個秩序的維護者 那我必須要為這個空間負責任 對 那我專長就應該有一些行政裁量 這個裁量是在不違反 那個基本精神的情況之下而去做 所以我們就同意 像過去其實所謂的商業媒體記者 那他也不是隨隨便便 說嗨我就進立法院採訪 但還是有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不能夠違反 我們對新聞自由的一個認知 同樣的精神 我們今天你還是會針對公民記者 另類媒體 你獨立媒體的有限 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高漲 這樣的問題 你去做一些行政作業的處理 那這個我們同意 那這個我們剛才提到 空間安全都是需要考量 但是我一直覺得說 現在會陷入一個問題是 好像我們的立法院是 把這兩個層次搞不清楚 沒錯 對然後接下來呢 這技術上呢 他好像也常常 我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可能他們沒有一個 豐富的傳播實務經驗吧 好那因此想一些東西 好像我們實務工作上 都覺得自愛難行 所以其實在那一天的 立法院的這個座臺會裡面 蔡其昌副院長 他其實不斷在強調說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實際上面我們要怎麼做 到底要開放誰可以進來 然後開放這樣 我們空間不夠怎麼辦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那是一個基本的 這是一個非常 之為末節的技術的問題 可是這個技術問題 其實整個立法院 就卡在這個地方 那但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是說好那我今天總不能說 我今天跑到立法院 說我是一個公民記者 那我就進來了 是可以這樣子嗎 當然不行 所以他必須有一個 什麼樣的 你覺得比較合一的程序呢 好那我會覺得像 剛才我們分出的所謂 你的新聞採訪工作的頻率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參考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沒有差別待遇 但是這個頻率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今天可能是一個 剛剛出道的公民記者 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採訪 是 那我要進去不行嗎 那一樣可以啊 就我剛才講 你可以先從 譬如說你的頻率 比較少的方式去登記 那就像我一般的公民旁聽一樣 很簡易的程序 它不應該是一個 非常反覆的程序 我就去登記 好接下來以後 你說發現不對 我需要做一個常態性的採訪 因此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他多一些的說明 跟多一些的 也許不管你是paperwork 或者是口頭說明 因此我就很自然的 就發給你更方便的 長期採訪的這些 譬如說證件或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其實有很多種可能性 再回到那個安全問題 我就講一個稍微好玩的事情 其實立法院的旁聽席 原來是沒有玻璃的 在我做記者的時候 他沒有玻璃的 你是指的是大院的那個 大院立法院 對 那委員會的審查 當然這裡面涉及到很多空間 技術的問題 可是最早那個大院是沒有的 沒有為什麼會來設玻璃呢 很簡單 就是因為很簡單 就是公民旁聽的時候 有人開始去大叫 大喊 甚至也是一方丟東西的狀況 他一方就覺得 那這樣的話怎麼辦 保障國會議員的安全 所以因此他做了這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動態的 我一直常講 當並不是說 那早期為什麼可以 早期也不是沒有人旁聽啊 好 但一旦我們的公民社會 已經可以非常成熟的時候 就不需要玻璃 所以我對於 我不是那麼局限在 玻璃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那是看當時的環境 假如這個當時的環境 經過大家討論以後 我相信社會是理性 是成熟的 當記者說 需要一個玻璃 作為一個對大家的 相互的一個保障的話 那玻璃可能就順利產生了 可是當大家覺得 不需要玻璃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設玻璃 是一個非常奇怪 就好像把我們當成 很可愛動物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玻璃 當然就不應該放 所以我覺得大家 其實是把它看成是 一個learning process 我覺得民主本來 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 我覺得只要你有心覺得 開始那個善慰的問題 你是同意的話 後面的技術問題 我覺得相對來講 並不那麼困難 在禮拜四的座談會當中 也有人就是社民黨的朋友 他們提出說 這個所謂的採訪證 是不是交由一個專業的團體 來去核發 但是這個專業團體 是誰已經如何組成 其實社民黨並沒有很明確的 這樣一個做法 可是如果回到台灣 其實在台灣的新聞專業組織 其實它的可信度 或是它本身的影響力 甚至這個參與度 其實都並不是太高 由專業團體來核發 在國外有類似的這種例子嗎 或者是說回到台灣的 現實的狀況 是有可能是可行的嗎 嗯 就我的了解 國外的專業組織來發的部分 基本上來講 的確是出現在 有些國家是有這樣的情形 可是它的概念 基本上來講 應該是說 它帶那個機構 或者帶那個建築 來因為它最了解 川普生態 帶它做一種比較 行政作為上方便度 而且能夠有效的 維持秩序的一種方式 可是它還是要說 它本質上不是在 由它來決定 誰是記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這樣的採訪行為當中 沒有錯 因為它認為專業自主 所以它就要給專業組織 好 這有一個關鍵是 那個組織 在那個社會裡 是不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對 像日本的組織 那這個就太嚴格了 我們都很清楚 日本的專業組織非常嚴 也就是說你是記者 不是記者 其實這個也太封閉了 好 我回到這裡來 就是說 您看來提到問題 我覺得是不是說 絕對不行 可是我會覺得 不是那樣的角度考慮 如果要把它援引到台灣來講 譬如說 我們現有的任何一個專業組織 其實都很難得到大家的認同 或者得到絕對的共識 那這樣的話不如 立法院應該尊重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成員 好 立法院如果覺得 我自己來決定 可能有我實務上的不了解 可能有我專業上的 這種缺乏 那我就委託 某些 共同組織一個委員會 共同來制定辦法 就如同我剛才講 這個辦法 可以先聽過一個公民參與程序 確定 然後之後 委託一個比較具有獨立 專業性的組織 而且是被大家共同認可的組織 來進行不同的分工 那我覺得 就像我剛才講 如果你frequency不同 那你誰來認定 也不能完全就你行政人員 專上認定 那由這樣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組織來處理 我想 也許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但絕對不是說 由任何一個現在 比如說商業媒體的組織 或者哪一個單一的組織 來做一個獨製或專上的決定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這個其實在香港也有類似的這種情況 香港的網媒 就是他們包括香港獨立媒體 或者是後面出現的 越來越多的網路媒體 一直沒有辦法得到這個官方的認可 這個採訪的認可 那當然他們也經過了 一連串的抗爭的過程 後來香港記者協會 它成為一個可以去決定 或者是去怎麼樣去協助 能不能夠進去官方機構 或是包括立法會採訪的 這樣的一個機構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說 其實在早期 香港記者協會事實上 對於這些網路媒體 它並不是那麼的認可 因為覺得他們的這種所謂的專業性 或是可能其他的這個表現上 還是不足夠的 所以後來慢慢的 當然也越來越開放越接受 我只是覺得說 如果是開放讓專業的機構 去做這個決定的話 某種程度上面 那就看這個機構是誰組成 那會不會產生某種的專業霸權 對 我會完全產生 最好我們這裡台灣 其實有個先別的例子 前段時間 我們在討論所謂的抗爭事件的時候 那應該怎麼樣來訂定這種採訪行為 或者警方跟記者之間關係是什麼 這時候我們也有一個專業組織出來 但是最後被公民記者 或獨立記者覺得 你這個辦法完全不適用嗎 不合理嗎 而且是一個比較專業霸權式的思維 所以可以搶劍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以台灣現況來講 任何一個專業 既有的專業組織 恐怕都難以獨自承擔這樣的一個任務 所以我比較會覺得 如果有可能 應該是由共商 也就是說 共同涉及到這個事物的 不同具有不同代表性的 個人或組織 願意進去大家共同討論 在這樣的討論過程中 凝聚出一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 恐怕依我現在來看 需要花點時間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我一再強調 這就是一個民主的過程 一旦公民參與進去的 我覺得這個共識 就比較容易達成 只要公民不參與 共識就永遠有可能 產生我們來講的 霸權式的一個決策 其實我們在談這個題目之前 其實我跟火老師 有一些私底下討論 特別是我們想要去了解 其他國家的做法是什麼 其實我們有一個 共同的發現 就是發現 我們以前在讀的文獻裡面 或是對於所謂 其他國家的了解 好像很少看到 這個所謂的 大家的所謂的公民記者 這麼愛去國會的 或者說對於進去國會採訪 有這麼大的期待 或者是有這麼大的必要性 為什麼會有出現這種狀況 是不是 這也反映出台灣的國會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使得 或甚至是台灣的媒體 生態出了什麼問題 使得一般的公眾 或是一般的公民記者 或是所謂獨立媒體 或是所謂非力媒體 他們就覺得說 我真的要進去 來做採訪 是 這很顯然 講得比較坦白一點 就是我們國會出了問題 那第二個當然也反映了 整個政治生態 我覺得政治生態裡面 大家把國會視為一個民意的聚集 而作為一個改革的重心的時候 那當然 實目所示 大家就開始會去關注這個國會運作 因此用各種力量 各種可能就在那裡出現 我覺得一旦政治的民主化 更鞏固 一旦整個國會的改革 能夠更進一步的能夠推動 我就常開玩笑 大家閒閒沒事做嗎 會有那麼多嗎 這些擔心 就好像我常常到心的奇怪 他們問我說 哎呀 開放公民記者來採訪 哇 要來幾百幾千個怎麼辦 我說那只真的代表你 跟你沒有一個 access channel 表示你過去就是不夠開放 你跟一般公民的資訊 就是不夠透明化 在這種情況下才會產生這個結合 好 我們不可否認 會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產生你剛才講的那種情形 那個就有那個時候的 因時 因地之一的辦法 所以回到您這個問題來 真的 就是國會 一方面出問題 二方面 國會也成為大家 改革希望之所信 那一旦這種狀況正常化以後 我覺得一些特殊的狀況 應該會有機會回歸到 比較常態的情形 事實上如果有一些 過激的行為 在現有的刑法 民法裡面 事實上也對我對一般民眾的 這種所謂行為的規範 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立法院實在是想太多了 事實上這個議題其實 不需要卡在這個技術上的 層面上面做過多的討論 一個比較重要是說 我覺得立法院它應該是開放心胸 那就像剛剛胡老師談到 這是一個民主化的過程裡面 過去台灣做得太少 過去台灣的立法院 台灣的國會太過於封閉 以至於所謂的民眾人民 有這麼大的期望 我們最好還是要建議一下 我們的立法院真是要開放心胸 一次同仁 至少不要做到違憲 然後用最低的標準 讓大家都能夠進去採訪 今天非常謝謝胡彥慧 胡老師來接受我們 我們謝謝大家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天空的眼淚 天空的眼淚 走燈